你是说 有内奸 我记得您说过 薛言进为了那个宴台起了疑心 从那以后就开始有人在盯上我 但是被我们识破后 能够迅速消失 普通势力是远远做不到 云尔是内奸 你不是不知道啊 云尔 是我最相信的弟子 科长 您说过 干我们这行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 不能相信任何人 继续说 薛言进确实有找段起凡的动机 不过他在梁山没有失利 我又有些拿捏不准 萧玉成 倒是在梁山里边带过来 他和薛言进的关系又不错 你也赞同我的观点 只要是有疑点 不管是谁 一定一查到底 我倒想起来了 段平三死的时候 薛言进曾经找过萧玉成 去调查那个失踪的园丁 爹 那边的书业刚修剪过 你帮我查一下那个园艺工人 看到有没有看到什么 不过这个人现在失踪了 他本来就是个单身汉 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 你说他是去或离开 还是被人灭口了 那个人不已经被我们清理了吗 找一个人 办成成那个园丁 我倒想看看 谁会上钩 是 大伙的事查得怎么样了 大哥 你当我神仙哪 我不能明着去查 否则马慧龙很快会察觉的 你一定要抓紧速度 因为我觉得 二号跟之前的寒珠 就要如出一辙 明白 这两天给你准信 你找我来什么事 还记得你让我查 那个园艺工吗 他不是失踪了吗 他昨晚出现了 听说是刚从乡下回来 带我去看看 你确定是唐人吗 他档案里没有照片 不过从我们掌握的情报来看 发型 身材 相貌 装扮 基本都吻合 林尚 有什么不对吗 你见过一个穿着新皮鞋的 园艺工吗 这能说明什么 他这不刚回来吗 你帮我听着 出去等 等等 你这要去太危险了 我给你打扮一下 小以辰 你知道什么时候是办真实 什么时候不是办真实吗 你就是我的正事啊 小心点 兄弟 帮过吧 来 快走 bronze 她 把 藏 车 ou 孤 詞 特 用 本 努力 嘿 站住 干什么呢 有 有个人说 这里有很多废品 让 让我过来收 收废品 你站 站住 给我追 追 快 走 快走 追 分钟追 你看戏呢 你不是号称一打三吗 我现在跟你说点正事 刚才徐总好像看到我后背了 赶快制造不在场的证据 赶快制造不在场的证据 这边 这边 科长 这是日本的崔石 从现场上看 这个人身手非常好 一定是经过严格的训练 你个崔石 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那个时间 薛云进在干什么 薛云进九点三十分的时候 离开了特训营 十点的时候她打了个电话 去了东华养老院 十点三十分的时候 她到了养老院 带了一些衣物和水果 不过 十点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人离开了阁楼 应该不是薛云进干的 薛云辰呢 还没有查到她的行踪 警局我们的人不方便进去 给我盯着她 是 秦桑 臭 笨 臭 霞 你 想安静地在这儿想想事 你想什么呢 小鱼 你说二号接近我 会不会别有用心了 他年纪这么小 心机应该不会那么深吧 但是我也觉得 他对你的关注似乎异于寻常 二号说 我和薛云静以前就认识 他说得那么肯定 确实有些蹊跷 按常理来说 二号最多觉得我和他 有一些瓜葛 而且那一天 他站出来和矿方对着干 似乎和他的胆小作风 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有些刻意 可是咱们没有确实的证据 也不能随便怀疑他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要查出 背后哪些人在暗算我们 然后我们就顺藤摸瓜 一定能查出背后的真凶 说不定这个真凶 就是杀害我父亲的人 那你有什么办法了 我有一个计划 小驴 你能帮我吗 嗯 我自己有什么办法了 我继续 没什么办法了 我上了 我上了 你不 batter了 你不觉得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我想要 我佳咬你 的 你不愿意 那我对你 查出现在的解决时间 可以啊 我等一下啊 大概是下午三点 怎么了 为什么要查这个呀 我肚子饿了 我好像也饿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天我让你找的那姑娘你找到了吗 小雪 你这糊里糊涂的 你没明没信 我没法找 要不这样吧 我回头画幅画像给你 你拿着画像去找 好 好 姐 紫稿 姐 紫稿 你终于翻了 紫稿 你都长这么高了 差点认不出你来 穿军装真帅 姐 来 姐 少婷 欢迎 谢谢你来接我 不客气 应该的 少婷 上次在国外 给您探讨国内的形式 我觉得非常有收获 这次回国 一定要向您多请教 还不让请教 姐 你什么时候对政治感兴趣了 几年前呢 我就改修了政治经济学 政治是一门艺术 少婷 你觉得呢 我觉得女人 还是不要参与到政治吧 你这是偏见 好了好了 别说那么多了 我们回家再说 好不好 姐 好 少婷 我们回家吧 走吧 母亲 母亲 我回来了 我的怀婢回来了 你今天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娘 子港 你怎么穿 我参军了 不行 不能参军 杜夫人 子港她很有天赋 现在留在我父亲身边做副官 她做得很好 您放心吗 是啊 母亲 你 哥哥参军是好事 参军才可以从政 这样才有前途 怀婢 你回来了就好 我给你哥相中了几个好姑娘 待会儿给妈参谋参谋 好 都进来吧 娘 我发过誓 我如果不闯出一番事业 我是不会进这个家门的 娘 姐 你们多保重 林哥 你站住 你给我站住 站住 站住 丹臣 你怎么了 我送你到医务室去吧 不用了 我休息一会儿 帮我请个假吧 请假 我帮您去新家吧 十二号 身体不行就别硬撑啊 没事吧你 怎么了这是 大壮 小不点小鱼 对不起 我不是有意骗你们的 什么事啊 我要离开这儿 你要逃跑 为什么呀 你说得对 我和薛云静很早之前就认识了 是她带我进的特训营 可是我发现她骗了我 我现在不想在这儿待下去了 你 你怎么知道她骗了你 也许是个误会呢 你别走了 对啊 别走了你太危险了这样 那天我和九号 被罚在仓库 也不知道谁把门给锁了 九号让我去找宽教官 结果 我听到她和宽教官的对话了 什么话 没什么话我不想说了 反正现在我一分钟都不想待在这儿 那你准备怎么逃 今天下午三点 有一辆货车会开进特训营 仓库的人会把床单和被路通过板车给运上去 我要借此机会逃走 你不能逃 这太危险了 别发现会被枪毙的姐姐 必须走 不行 你这个计划破绽百出 首先 你要怎么样才能混进仓库里 其次你要怎么才能藏在被褥底下不被发现 手推车重量不同 很容易被人察觉的 你这个破计划 成功的几率 不到一成 不管怎么样 我是走定了 丹臣 你这样太危险了 听我的 不要走 行了行了 你们都别劝我了 我现在心烦意乱的 在这个特训营里边 除了你们 我也没什么可留恋的 哎呀你别这么说嘛 姐姐你别说傻话 我要是真的走了 出去以后 可能就再也见不着了 姐姐 我不想让你走 你干嘛呀 我不想让你走 我不想让你走 好了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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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二号呢 刚才十二时候他不舒服 让我帮他去警家 结果我一回来 他就不见了 他如果回来 叫他哪都不要去 是 邝教官 站住 这么匆忙干什么去 抓人 抓人 谁允许你在特训仪里 随意抓人 给我寝室过了吗 刚得到的消息 跟我走 有没有看女学员流行仓库 没有 没有 谁允许 你给我滚出来 来 报告 没有人 邝教官 你要抓的人呢 跟我走 跟我走 十二号 邝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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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会有什么事吗 我让你跑 邝教官 你这是要干吗 十二号他病得很严重 你看 他刚刚还在吐呢 滚开 你装什么转 刚才还没病 狂胖 干什么 他装病 他怎么发烧了 他之前的病还没有好全 这两天又着凉了 不要影响病人的休息 一号 你刚才是不是一直在这儿 你说 十二号是不是刚刚回来 报告 教官 我举报 说 我举报十二号 刚才孙医生给他吃了药 他一直在吐 不 肯定是得了什么传染病 孙医生来过 对啊 刚才一直在这儿 刚刚走 这也不可能 你闹够了没有 还嫌不够丢人是不是 出去 出去 去 我去 走 头疼腰一头 脚疼腰一脚 别自作聪明 为了劳烦人叫我长飞心 只有活着 我才能飞心 命都没了 想什么都白想 好 飞姐 这次真的谢谢你了 神神咪咪的 也不知道你们在玩什么 好了 我飞姐向来恩怨奋明 这次算怀你们的情了 你呀 就是刀子嘴 豆腐蟹 懒得跟你们说 那我就先走了 你们注意安全 回头请你吃辣椒 好 谢谢 小鱼 二号的事 查得怎么样了 她没有什么异常 只是有一些心神不宁 她在椅子上面 坐了一会儿之后 就去操场了 一直都是一个人 难道是四号 你有没有发现 四号刚刚分析的时候 特别的有条例 跟平时的她 完全像是两个人 你以后 多提防着她一点 总之这个营里 没有一个简单的人 四号 可是刚刚她明明暗示的是二号 我在楼顶监视二号的时候 刚好可以看到 宿舍这边的情况 你一开始行动 就有很多人都盯着你 我会知道 我当时就有预感 如果我再心动的话 一定会有变故 所以我马上置回了宿舍 邝教官是怎么知道 你要逃赢的 有可能是大状告的秘密 但更有可能是曾经压 就算是这样 邝教官也不可能 调得动那么多的人手 他没有那么大的权利吧 薛云静以前跟我说过 在特训营里面 有一个总指挥 也许只有他 才能调得动那么多人 只有他 才能让薛云静 不惜和我翻脸来掩护他 你说的是谁 马灰龙 科长 他去从仓库更换了围单 听孙医生说 怀疑他服用了催土白钱 甘草那边有情报吗 还没有 科长 特训营里到处射我们的眼睛 何必要有甘草呢 他只是个学员 年龄又小能起什么作用 许东啊 特工玩的是什么呀 玩的就是心理战 你会怀疑一个 涉事未知的小姑娘吗 科长高明 不过我担心 玩一段四起发现了甘草 怕是弄巧成拙 你最好安静点儿 出卖朋友的感觉好吗 家务长 您说什么我听不明白 那我再给你点提示 关于十二号的事 我没有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说还是不说 我没有 求求你 求求你别杀我 我是被逼的 他们威胁我 让我监视十二号 我 我要是不答应就会死啊 他们是谁 我不能说 我真的不能说 李绣尔 十八岁 一九三一年九月 毕业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童年十月未经 父母允许 爆垮了特训营被录取 后来遭到父母极力劝阻 然后死于车祸 我得到的信息准确吗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有足够的证据证明 你父母绝非死于意外 而是被密杀组织秘密谋杀 他们的目的就是想要将你培养成一个 无忧无虑无牵无挂的 冷血特工 你说什么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行了 你别哭了 扫不点 扫不点 你到底怎么了嘛 好 好 不哭了 不哭了 来 喝口水来 小鱼 小鱼 小不点 我今天这么做 是为了试探矿放是不是想对付 你别说了 你别说 你的事 你的事我不想知道 我不想知道 怎么了这是 跑那么快 对了 十二号 有人找你外表 谁啊 不认识 不过他们好像 叫他总教官 四号 你告诉他 十二号生病了 你已经休息了 你已经休息了 不用了 我去见他 该来的多业都不掉 好 我有办法的 我有办法的 四齐 怎么了 见着马叔叔生分了 对不起 我看到您 我就想到了我爹娘 我这心里特别难受 我真的好想他们 傻孩子 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 人这一生啊 要学会朝前看 谢谢马叔叔 我会的 在这儿 还适应吧 我不喜欢这里 我害怕这儿 听说 你昨天逃赢了 我没有 矿坊诬陷我 自从我来到这儿 那个矿坊 总是针对我 子琪啊 如果你不愿意在这儿 马叔叔可以想办法 把你调到这里 你愿意吗 您现在是我唯一的亲人 您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 我怎么是唯一呢 还要鱼儿呢 我不想提这个人 怎么了 闹矛盾了 跟马叔叔说 我去教训他 我怀疑他和日本人口气 你说什么 怎么 这怎么可能呢 他想尽办法把我骗到这儿 说这里安全 可是这哪儿安全 我刚进这儿 就被那个韩祝教绑架 差点没了命 而且韩祝教还是日本人 我想 薛云静一定是和日本人勾结 他好像 是想从我身上得到些什么东西 不会 那你 到底心里有什么呀 我不知道什么呀 可是他老是问我爹的遗言 我总觉得挺蹊跷的 马叔叔 你能帮帮我查查真相吗 如果我知道什么 我一定告诉你 打听你爸爸的遗言 你爸爸的遗言那边 都说些什么呀 没说什么呀 没给你留点钱呢 没有啊 哎 都嘞了 来 你看我 王副官 来我这儿拿下画像 少帅 这是你给我姐画了画像吗 让我也亲上去的 画得不好 别看了 找我有事 对了 401验行李旅长 让你一起参加 找李旅长干什么 据说是要去宁都住房 但是他们手上的兵力不够 要向司令接兵 去宁都对付共产党 是的 少帅 你得提醒下司令 我怕 他们只是留被劫荆州 有劫无还呢 干了干了 老舅 多吃这鱼 这鱼是我们厨师最拿手的 来来来 康司令 啊 这酒啊 是真不能再喝了 哎 我早就听说 司令您的太极打得好 嘿嘿嘿 您这不开除又 把我给整醉了 让我开不了口吧 哎呀老哥呀 我一个粗人哪来那个花花肠子 啊 我有那能耐的话 还是今天的老康吗 那好 我这次来武城啊 就两件事 嗯 这第一呢 我与佳姐失散多连 听说她就在武城 所以还得麻烦康司令 帮我找一找 哎 少庭 一会这样 你上警局 找专人办这事 好 谢谢康司令 哎呀呀呀呀 这第二件事呢 上个月令都发生暴乱 虽然说共党第二天就撤离了 但是那的形势 还是不容乐观哪 嗯 兄弟我这次奉命去令都住房 实在是兵力不够啊 所以就厚着脸皮 向司令您借点兵 哎呀老兄啊 他们都知道 我有三不戒啊 我不戒钱 不戒老婆 不戒兵 哈哈哈哈 你这事真把兄弟我给难住了 剿共 那是头等大事 你要是不支持 南京方面知道了 怕是会不高兴的 伪令不遵 二十六路军 那可是前车之箭呢 再说了 我是蒋公的嫡系 就算扛在蒋公的面子上 老蒋不是下野了吗 我认为蒋公下野 那只是暂时的 康斯林 您的目光 得放长远点 爹 您看您现在这什么记性 那前段时间咱们家的兵 不是拉出去野恋去了吗 这脑袋瓜子喝酒喝的 把这事给忘了 哈哈哈哈 可不是咋的 既然你张了尊口了 这个兄弟本来是应该照办 但是你说这个情况 我咬咬牙 躲躲脚 我给你一个脸 这撒瓜俩早的 您打发叫花子呢 老哥我那可是一个加强脸呢 再多一个人我都没有了 那个杜副官 回头跟那个孙副官讲 让他跟着那个李旅长 让他去做都军 对对 是 康少人 我可不需要都军哪 李旅长 我们少帅这是好意 司令的兵不太好指挥 如果不派人跟着的话 恐怕您指挥不了 说得对 说得对 李旅长 来来来 就这么定了 干了啊 嗯 叔啊 为什么没有及时地传回信息啊 我发了消息 用的第三号去到 但是我没有收到任何信息 我发誓 我探听到情报后 马上发出了消息 他为什么要逃赢呢 他不是想逃赢 而是觉得邝教官总是在针对他 所以想让邝放出个仇 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他想试探一下薛云进 是否还关心他 那他为什么 要和薛云进分脸 那天十二号受罚打扫仓库 九号不知道被谁锁在仓库里 九号求十二号去找邝教官拿钥匙 结果 他听到了邝教官与教务长的对话 色彩翻脸的 原来是这样啊 原来是这样啊 你这是怎么怕 我怕 怕您惩罚我 知道 知道 为什么把你约到这儿了吗 不知道 给你一个擅长的提醒 好好干 如果干不好的话 我就在这儿给你找个位置 记住了 继续接近十二号 怎么没看 你不懂 我拼看 你怎么回事